欢迎回到最在地的港督新闻 我是翁玉文 在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要带您走进林雅区的人和里内 来看一看里长特别为里民们设置的DIY茶水区 里长为了让里民方便联络感情 因此设置了这个区域 强调的是只要里民来的话 就可以从包括泡茶煮开水 甚至有很多人在泡完茶之后 自动自发的收拾干净 都不用里长担心 也让这一处茶水区 成了人和里内联络感情的最佳取出 一张红纸条就贴在人和里里长办公室的外头 仔细看看原来里长就甘心 将服务出骑楼规划成为泡茶场所 欢迎里民有事没事过来泡茶闲聊 感觉很舒服啊 因为其实在这边聊天就很像 大家都是一家人啊 其实我们人和里的一个特色就是 最主要就是团结 人和嘛 对啊所以大家其实相处都很愉快 都很像兄弟姐妹啦 对所以在那边泡茶聊天其实气氛都很好 最主要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认识我们街坊啦 不然像以前出门 像路上见面也不知道这是住哪里 像这样很不错啊 大家出门都会打招呼 真好啊 不错啊 我们比较劳力啊 比较少人来啊 里长的创意巧思无形中邻居里民们的感情 而里民也相当自动自发 从煮开水泡茶到最后离开将桌面收拾干净 都按照纸条上的规定 不过避免民众忘记官瓦斯发生意外 里长也利用远端监视 安全百分百 基本上连早上到下午到晚上都会有人在这边走动 那我们这边也有安全机制 我们都有摄影机在嘛 都直接是我们另外一边都有小姐在观看这些安全问题 我们另外有一个办公室在青年路那边 那我随时都会看到这边的状况 那不然我的PDA手机 PDA手机也可以看到这边的画面的安全性 里长的体贴让里长办公室外头人潮总是络绎不绝 毕竟身在水泥丛林里 多了一个可以悠闲聊天泡茶的地方 真是很难得 港独新闻王素潘志光采访报道